今天這趟要起了 其實我有點小擔心 原因是因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下起了大雨 然後又加上今天我們走的路是石頭路 聽這個Burt他說啊 從一開始到現在呢 今天應該算是最難的一個土路的部分 時速我們大概只能二三十 對 最快 而且你看那都是他們說的 對 因為他們的時速已經比我們快很多 所以我們有可能是十啦 可能要停下來 然後一直在那邊抬車什麼之類 準備出發啦好不好 希望今天可以一切順利 Go Go 大家好 本部影片感謝KTM台灣總代理安東貿易 胡悠瑪一節租車 Stream Trail台灣 iGoGo Sport 斯伯特 極限專賣 正成集團 Insta360 PB Design 贊助播出 YOUYO YOUYO 我是魯特 在昨天把全部的東西都打理好之後 回到帳篷已經是凌晨的一點了 真的是太累了 我 早都沒有洗 睡袋也沒有開 也忘記有沒有枕頭了 反正就是直接倒下去了啦 再一次睜開眼睛 時間已經來到了早上7點多 雖然晚睡 但是因為太累了 所以昨天晚上反而睡得很好 一覺到天亮 在營區簡單吃個早餐 把錄影裝備打包 整理完之後 我們也準備出發了 成功的 I drank for you and me Much too much but not enough you see I thought that it's okay Dying slowly just today Have I lost? Have I lost you? Have I lost? Have I lost you? Have I lost? Have I lost you? Have I lost? Have I lost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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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onder if you'd stay If you know the things I've kept away 而即使昨天晚上睡得很好 在一出發的時候我還是差點摔個亂七八糟的 這一段在前幾集的影片裡面已經出現過了啦 差一點在南非撲該 這一段經營區前的路 在昨天其實就真的讓我印象非常深刻 兩邊簡單的用小石頭擋一下 這樣就算是圍出了一條通往營區的康莊大道了 You're everything I ever hope to see In the morning when I get up Wish that we could stop 期了大概五分鐘 我們也離開了營區 回到R332上面 今天行程據說稍微硬一點 所以在出發前打算先來放個胎壓 這裡是我們從Yohannys堡出發之後 第一次停下來放胎壓 如果我要騎那種男的 是不是比較軟一點比較好 對啊 我這樣會那個嗎 可以 有點好像有點太軟了 有點太軟 對啊 好 可以吧這樣可以 可以 後面不用 我剛騎出來 差點到 我是龍頭這樣嘛 然後我身體就是 車屁股已經變這樣 一個頭在 一條車軌上 然後後輪在另外一個車軌上 然後我整個這樣 應該有一秒還兩秒 好 處理完胎壓之後 我們也準備出發了 今天的天氣 就沒有昨天那麼好了 其實在一起床的時候 哲恩跟陰區就飄著綿綿的細雨 一早出發 天色甚至有一點暗暗的 考慮到昨天晚上 佛特跟我們說的 今天的路線 真的是蠻硬的 有拳頭那麼大顆的石頭 加上下雨的話 真的是完全不敢去想像 那情況之慘烈啊 也因為這樣 一早其實精神就蠻緊繃的 甚至騎到肚子 還有一點腳痛 出發之後 一開始的路程 一樣是綿延起伏 同時也秒無人煙的吐露 在我們從約翰尼斯堡出發之後 到了今天已經是一個禮拜的時間了 已經算是完成了整趟旅程的四分之一了 在這一個禮拜中 我們騎了將近800公里的公路 以及超過400公里的off road 同時這一個禮拜 也是我這一輩子中 每天早上一睜開眼之後 馬上就是要騎車 騎的還是無止境的off road 你問我這樣每天就是騎車 不會很累嗎? 其實當下我是覺得我自己真的很幸福 可以騎著自己喜歡的摩托車 長陽在自己喜歡的道路上 記錄著讓自己感動的風景 所以即使每天做著同樣的事情 我還是完全沒有累的感覺 從園區出發之後 我們騎了大概一個小時 來到了這一間荒野中的早餐店 準備在這邊先好好吃個早餐 再接著出發 剩84公里 1-3個小時 127公里 他怎麼 就是 所以那個人跟我說只有60公里 所以還有一百二十幾公里 所以還有一百二十幾公里 所以有127公里 從這裡到巴丁西 127公里 對 太棒了 到一小時之後我們就要先休息一天 因為我們不知道接下來的路程會怎麼樣 對 搞不好這兩個小時 其實也是四個小時 對 對 有可能 對 四個小時 因為這個是絕對完全不會準的 對 然後從我們那個出口 離開到 Worderners 也是差不多四個小時 對 所以我們就是 看那邊還有體力再幹四個小時 哦 從那邊再到那個還要再四個小時 要 要四個小時 那我覺得 我們繼續開下去 比我想像中人還要久很多耶 對啊 永遠都騎不完 這邊真的是我們的天堂 讚 10同需要 10幾個小時 10幾個小時 我又看的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他看來真的沒有錄影的東西 對啊 我現在叮叉快點 叮叉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裡呢 還隨處可見這隻這個 超大隻的豬 然後我看到他有一個獠牙 真的有夠大隻的 我不知道從畫面上看起來 這段路大家是不是會覺得 平順好騎或者是會覺得 很顛簸啊什麼之類的 我只知道當我們來到了這個 荒野早餐店的時候 剛剛出發前綁在保姆車後面的 整袋露營裝備 就這樣噴掉了 最後還是這間早餐店老闆娘的朋友 在路上看到我們的露營裝備 才幫我們撿起來的 可見這段路對於汽車來說 我覺得起伏還是比較大的 這間早午餐店 可以說是開在了一個鳥不聖誕的地方 距離昨天我們進土路前的最後一個城鎮 Willowmore 超過70公里的路段 沿途什麼都沒有 所以我覺得在我剛來到這間早午餐店的時候 有東西吃 對我來說就真的已經非常滿足了 哪怕這裡的東西 分量好像沒有前幾天那麼多 Scrumble Eg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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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們早餐來了 兩顆蛋 又是一個香腸 培根 Tomato 然後幾片Toast 所以我們現在準備開始吃飯啦 說真的 今天的早餐 大概是這幾天我們吃的早餐店裡 東西最簡單的一間了 只有簡單的兩顆蛋 幾片培根 一根臘腸 再加上一片薄薄的番茄 還有一片烤吐司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這一天吃完早餐之後 我的肚子還是一樣餓 很想要再點一份 不過因為時間緊迫 所以吃完東西之後 我們也準備踏上今天的冒險了 好啦 兄弟們 我們現在吃飽了 然後要準備離開這間餐廳 這麼深山裡面的地方開了一間這個 真的是滿不容易的 很讚的地方 雖然食物比起其他地方 有點稍微好像 聽說是偏貴啦 但是我覺得 畢竟這邊是山山嘛 所以多負一點是OK的 吃完早餐離開了荒野中的早餐店 在這段路上 我們也看到了前幾天 一起和我們尬掐的小馬的 遠房親戚 Donkey 驢子 而說到Donkey 接下來就一定要說一說這一個我學會的第三個南非語 學了之後 我甚至馬上學以致用的句子 Biー doncke buy a donkey Biー donkey buy a donkey buyer 在南非語中有著非常 的意思 而Donkey 則是reuxous way 的意思 所以bier donkey 意思就是x2 也因為這個奇特的Biー 還有Donkey的發音 讓這句南非語講起來 好像就是英文裡面的 Buy a donkey 買一隻驢子啦 Donkey Buy a donkey Buy a donkey 所以南非人在聽到我講著 不是那麼道地的南非語的時候 通常心裡會笑一下 但即使是這樣 我還是不會讓口音阻礙我 成為南非最有禮貌的乖寶寶 Don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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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y a donkey 而今天在這裡和真正的Donkey一起散步 雖然他奔跑的速度 沒有前幾天那隻小馬那麼快 但是看到他眼睛還有嘴巴那白白的地方 我覺得他甚至比那天碰到的小馬還要可愛 而在這段路上碰到的驢子 真的是有夠多的啦 有奔跑的Donkey 有在路邊不知道在幹嘛的Donkey 有幫忙拉車的Donkey 多到甚至都讓我覺得 我們騎了這段路 根本可以改名叫做Donkey's Clover 驢子峽谷啦 看完了Donkey我們又一路騎了大概40分鐘 終於來到了這個進保護區前的管支哨了 在Babby Young's Golf這個保護區 汽車 機車 都可以在付完過路費之後進入 314元 今天在我們騎到這邊的時候 4台摩托車的價錢是314蘭特 大概就是600塊台幣啦 一台車平均大概是150幾塊台幣 整個保護區的里程大概是130公里 論CP值這個價格還是非常OK的 使用者付費嘛 世界看見台灣 所以我們覺得你把武嶺一天啊 但是如果你有來的話呢 要記得好不好 這就是我們的店 台灣站上的只是國際的舞台 然後呢 武嶺旁邊我好像就貼一個 我就舉包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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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說現在這路是很暗的 是99km OK 有陰莊子在裡面 注意到那些莊子 OK 而剛剛福特爾在管制站的時候有提到 保護區裡面 可能隨時會有Buffalo 水牛的出現 大家通常都會有一個誤解 就是比起水牛 獅子 老虎 獵豹 應該是更兇猛的 但是比起這些大型的毛殼動物 水牛 反而是更加的危險 還有兇猛殘暴的 說到水牛 可以從南非貨幣上開始說起 在南非的紙鈔上面 除了印上了第一任民主選舉選出的南非元首 曼德拉 在背面 則是印上了五種動物 而這五種動物 也被稱作是 非洲五霸 非洲五霸 是五種人為定義的名詞 分別是 非洲獅 非洲象 非洲豹 黑犀牛 以及非洲水牛 這五種動物 代表著他們是在這塊大陸上 人類最難獵殺 同時 也是最危險的動物 很可能一不小心 就會讓狩獵者 反過來 成為被他們狩獵的獵物 而水牛 不只初一和食物 牠們每一天都吃素 是個純素食動物 但即使是吃素 千萬不要以為牠們就好欺負 尤其是遇到了受傷 或者是帶著小牛的母牛 那個攻擊力 可以說是直接往上提升的不只一個檔次 這個頭上看上去沒什麼殺傷力的牛角 是可以輕易讓獅子 滑豹 穿腸破肚的 在非洲 水牛攻擊人類的事件 遠比獵豹啦 獅子啦 攻擊人類的數量還要多 也曾經發生過水牛攻擊人類 導致人類死亡的案例出現 所以說那句話果然說的沒錯 動罪我吃菜喔 用這句話來形容水牛 真的是再適合不過了 所以在入口處 當我聽到了這個保護區裡面 很有可能遇到水牛 其實心情好像也沒有比較開心耶 至少相比前幾天的小馬 剛剛的Donkey 心裡甚至多了一點緊張感 如果真的遇到了 就打算在旁邊遠觀就好了 從管制少出發之後 其實一開始就會很明顯的感覺到路段 變得更加的狹窄 同時路面上的小碎石 也變得更多了 大顆的卵石 也會慢慢出現 不過總體來說還算是好騎 那種感覺大概就很像是騎在台灣的那種簡單的高速領道 兩邊很空曠 路面不會那麼濕 彎的幅度也沒有那麼大 確實這裡的路況相比前幾天 的確是非常顛簸的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一路享受著 操控摩托車的快感 而這種操控摩托車的快感 其中當然也包含 失控 就在我們進入了這條路的大概15分鐘之後 我們也來到了第一個難關 這個看似平靜 但是不知道到底是不是暗藏著危機的 溪流吧 首先呢 就先來倒一次車了 你腳先起來 有沒有怎樣 沒事沒事 來不及煞車喔 休息一下你休息一下 不要動 在過這種看不到底部的溪床的時候 其實我還是比較偏向給別人先騎 看到福特騎過去之後 好像也沒有那麼深 只是距離稍微長了一點 所以呢 接下來就換我們啦 它底下是水泥路 也是水泥路 是看得到的 我提一看 其實看起來很深 但實際騎過去的時候 但實際騎過去的時候 因為底部不是真的那種沉積的砂石 所以其實蠻簡單的 在這個深度 即時倒下去 我覺得兩邊的側箱 其實也是可以撐住 不至於會讓全身都濕掉啦 而這裡的水坑 嚴格來說是一條名叫 Bavians River的河流 沸沸之河 全長大概80公里 它流進了區域 涵蓋了這整個 Bavians Grove保護區 所以在今天 我們也會好幾次與它相遇 就在從剛剛摔車那邊出發後的5分鐘 我馬上又要再過河了 這個好像比較深喔 所以要去那個左邊 左邊也有坑 也有坑嗎? 對 左邊也有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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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跌到那裡 然後到這裡 然後到這裡 後來會變濕 他說鞋子絕對會濕 不管你怎麼騎 那你要小心喔 我剛才看它陷得很下去耶 真的嗎? 對啊 我剛剛就是怕它講這樣啊 所以我才停下來 不然我先騎一看好了 我幫我東西先放在我的防水包裡面 因為我覺得我應該會倒 不得不說Stream Trail的防水包 就是好用 像今天這種情況的雨天 以及現在準備度過的河流 我都可以把怕撕掉的東西 全部給它放進去 畢竟以我的程度 真的是蠻有可能會在騎到中間的時候 就等它也倒下去了 所以還是保險一點啦 放完東西 接著就是衝啦 在這第二次給它撩下去之後 整個身體的開關也瞬間被打開了 接下來還在面對這種需要玩水的路段 基本上我就不再猶豫了 遇到了就是直接來了 從早上騎乘到現在 基本上我們算是騎乘在山谷之間 有怪石 有河流 有石壁 不過在我們度過幾次河流之後 我們也即將開始爬升 一路往人線上騎乘 畫面上 可能看不太出來 我們目前正在爬升啦 但實際上 這個路段 我印象中是非常長的 一路緩上坡 整整五分鐘 我們都在這個上坡上騎乘 又在騎了將近超過四十分鐘 我們也來到了這座山的最高點 來到這裡的時候 老天爺其實不是那麼的作美 揮刀爆了陰天 甚至天空中還飄著綿綿的大雨 從人線上往遠處的風景看去 只能看到像是被蒙上了一層薄殺的幾座山 除此之外 什麼都看不見 這也算是在非洲體會到 東方的山水化之美了 還很久 不過呢 這裡的風景其實真的 非常非常非常的漂亮 只是呢 因為今天是有一點雨天 你看現在飄著 綿綿的大雨 綿綿的大雨 所以沒有辦法怎麼樣 沒有辦法飛空拍機 沒有辦法看到天氣很好的樣子 因為聽說這裡啊 天氣好的時候非常的漂亮 不過OK啦 反正我們就雨南嘛 我也習慣了 那雖然說今天來到這邊的時候下雨 但是我們還是騎得非常的開心 而且這個土路啊 我發現超大條 然後路況其實算還不錯 還蠻好的 不過等一下接下來的路呢 剛剛飛空拍機的時候 我看到接下來的那些路嘛 嗯...希望不要太滑啦 應該是OK的好不好 我們在這邊休息一下 然後等一下呢 就準備出發了 GOGO 因為下著雨 所以我不敢讓空拍機 在天上待太久的時間 簡單飛個5分鐘 把東西收一收 我們也準備繼續接著出發了 時間來到下午1點 騎乘到目前 我們連一半都還沒有到 從剛剛的山頂 我們開始一路下切 雖然從前幾天開始 進到了土路之後 這一路上 我們就再也沒有看到路上的表現 或者是樹線之類的路表了 但是其實這一路上 Furter還是時時刻刻的提醒著我們 盡量還是靠左行駛 雖然在我知道前方沒有車的時候 大部分的時間 我都還是一下騎左邊 一下騎右邊 都騎offroad了 當然還是會想說要亂騎一下嘛 只是在進了這個山區之後 盲彎真的是太多了 沒辦法一眼看到對象是否有來車 所以呢 在從山頂下山的這段路 基本上我都是騎在車側的左邊 而這個山谷呢 也只距離我們不到一公尺的距離而已 往下騎乘了不知道多久的時間 我們也翻越了剛剛的那座山 又重新回到了山谷 如果要我說在這邊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段路 那一定就是這一段 有著滿滿鵝卵石的石頭火鍋了 其餘的車的車友們 通常都把這種地形叫做石頭火鍋啦 在經過的時候 整條路面上的石頭 是會隨著你的輪胎滾動的 其實在這裡 你的龍頭會左右晃動 前後輪也會一下有抓地力 一下沒有抓地力 而要克服這種路面正確的方式 真的非常的反直覺 就是要騎快 最好一路給他催到底 轉速拉得高一點 速度也快一點 千萬不要停下來 因為一旦停下來 基本上你就很難再起步了啦 而我呢 沒有辦法騎到那麼快 只好雙腳夾緊車身 雙手放鬆 用腰的力量平衡車身 一路30慢慢給他路過去 剩下的 就隨便他撇了啦 騎完了石頭火鍋 接下來我們來到了這段路中 最輕鬆的一段路 原方還很貼心的幫我們鋪上了連鎖鑽 這段也是我們今天騎的最舒服的一段了 而俗話說得好 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 所以接下來路段 應該算是我崩潰的開始吧 會說是我崩潰的開始 其實有蠻多原因的 而第一個 最直覺 同時也是最有感 就是路況到了這邊 這兩條水泥 我是不知道為什麼會鋪成這個樣子啊 應該是為了讓車子可以更方便的通過 所以直接在車道上鋪上了水泥 不過這也讓我這個有選擇障礙的騎士 不知道到底是要騎中間 還是要訓練一下自己的直線15秒 喔不是 在這裡如果真的要騎在水泥上 可能就變成直線15分鐘了 因為在我騎完這段路之後 我覺得這段鋪有水泥的路段 里程應該來到了將近3公里 很長一段啊 基本上這個時候不管開車騎車 車速應該都不會太快 因為水泥突起的部分和實際的路面上 大概有個5到8公分的落差 所以在一開始我還是堅持訓練 打算練習一下騎在水泥路面上 挑戰能不能不要掉下去 看著畫面應該就知道小滴的平衡感 還真的不是普通的爛 一下左邊 一下右邊 最後乾脆直接放棄 在這邊不要摔車 對我來說 可能就已經是個大成功了啦 最後在騎了將近30分鐘 我們終於來到了這段路的最頂點 風景 要是今天天氣不要那麼的陰 嗯 我絕對是在這邊 把椅子拿出來 好好給他坐上一個下午的 這個呢我覺得他媽就是個陷阱 直線奇秒非洲版 你有通過嗎 有有通過 你有通過 我剛一直騎在這上面 你剛一直騎在這上面嗎 我一開始騎在這上面嘛 然後我一直掉下去 真的假的啊 看得到我後面這個非常大的展望 只是今天有點可惜 因為英語綿綿 好啦因為我的關係 英語綿綿的 不然我覺得這邊 在大太陽出來的時候呢 應該會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剛剛我們騎到一半的時候呢 我們還有看到一個牌子 他說什麼 他說距離下一個城鎮 那一個出口呢 還有75公里 南非真是有點顛覆我的那個 對距離的那個想法你知道嗎 完全不知道到底騎了多久 然後也不知道自己騎了多長 不只知道從看到那個牌子到現在 我們才騎不到10公里而已吧 所以我們大概還有60幾公里的 這種路面 有點想要回家睡覺了 等一下我們就準備去出發了好不好 到住的地方 我們又可以喝啤酒了 現在每天促使著我們前進的目的呢 就是啤酒 Go Go 而就在過了剛剛那一部分的連鎖磚之後 我有提到說 從那邊開始的路段 我就開始有點崩潰了 路況當然是首要的因素 而第二點 則是現在即將發生的 微悲劇 時間來到了從剛剛休息之後 繼續往上騎 不到兩分鐘 準確一點來說 從GoPro完整的素材上面來看 我從出發到這邊 大概只騎了42秒 來到了這個山頂的平台 而在這邊 前面的 已經看不到中影了 看了一下後照鏡 後面 也完全沒有人 所以即使才剛出發不到3分鐘 我又停了下來 打算在這邊 等後面的來會合 來吧 ип似龍 跑 來啊 來啊 如同大家現在看到的畫面一樣 在我把車子熄火之後 四周完完全全沒有任何的聲音 沒有引擎聲 沒有汽車行駛的聲音 也沒有摩托車的聲音 只有一點點的風吹聲 在這裡我等了應該快40分鐘吧 不過還是一直不見後方保姆車的蹤影 當下其實我不知道在這段路上是不是有其他的路線 所以在這裡我覺得我做錯的第一件事 就是沒有等後方的車子 而是打算往前騎 去追上前方的隊伍 而我覺得就是這個動作 導致我接下來移步錯步步錯 現在回過頭來想我的邏輯在那當下的確是有點問題的 在剛出發不到兩分鐘的時間 我在這個山頂上已經等了超過40分鐘了 我只知道我們今天騎進來的這段土路 總長大概是200公里 從早上的8點騎到現在 應該是已經騎了超過120公里了 往下的路 大概只剩80公里 不過如果有遇到岔路的話 其實我也不知道要走哪一條 更別說是在這種神仙地方 有網路啊什麼之類的 I go go sport 斯伯特 贊助我們的藍牙耳機 其實在這個時候是完全可以派上用場 不過很可惜的 後方的隊伍沒有人有裝 而前方的隊伍也因為我等了40分鐘了 早就超過通訊距離了 沒辦法 當下沒有及時發現脫隊的狀況 所以呢 接下來 我也算是進入了一個人的旅程 if you know the things I've kept away I wonder what you'll do Would you judge me with your hate 現在回過頭來想 當然是可以很好的回顧 以及梳理當天的情況的 不過在那當下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只想要趕緊找到前面的人 影片從這邊開始 我就是自己一個人騎乘了 目前我還非常確定 我現在自己還行駛在正確的路上 因為沿途沒有出現任何的岔路 還可以看到一點點的路牌 騎到這邊的時候 我同時邊騎 也邊看後照鏡 以及前方有沒有同行的蹤影 不過騎了大概30分鐘 還是什麼都沒看到 甚至在某一個可以直接看到山谷道路的懸崖邊 我也都沒有看到任何的人影 天空的雨也下得越來越大 雖然穿著風衣 但是從剛剛山頂開始的小雨 到出發之後一路靈 靈到現在大概也經過了快一個半小時了 身體的部分是還沒有濕啦 但是感覺袖口 已經開始逐漸失守了 到這裡的時候 這一次我真的是把心思都放在人物上面了 眼睛一直在可視範圍內尋找同伴的身影 而撇除走散這件事都騎到這裡了 不欣賞一下周圍的景色 我覺得還是很可惜的啦 所以這一路上我騎的真的不快 越騎越覺得我現在的處境好像越尷尬 就好像在New BOTESTA那天的那一種 整個世界就只剩下我自己的那種感覺 雖然雨勢從剛剛開始就只有變大的趨勢 但這裡的地形給我的感覺就是兩個字 險峻 即使你知道這座山的海拔不高 但是在左邊完全沒有護覽的狀況下 一個人在雨天 騎在這裡 心跳真的是跳得蠻快的 裸露感滿滿的同時 整個下坡路段也非常的長 二檔不吹油 還要稍微踩一下後煞 速度才不會那麼快 而就在我自己騎了也不知道多久之後 終於看到了出保護區的管制站了 其實我以為前面的隊伍 會在這個管制站停下來 等到後面的人都到齊了 再繼續接著出發 不過到了這個管制站的時候 一個人都沒有 所以在管制站這裡 我又停下來休息 順便想說等到後面的隊伍來 我再出發 不過我在這邊休息了整整一個小時 最後還是等不到他們 所以就想說繼續啟程了 出了很像是應耐力的土路之後 終於有點像是回到人間的感覺了 開始可以看到路邊有農田 還有屋舍 路上有小朋友熱情的跟我揮手 時不時還有牛在吃東西 不過這樣美好的情況 其實沒有持續太久 因為這個雨呢 又開始下了下來 而且越下越大了 現在我在一個不知道是哪裡的地方 前後都只剩下我 前面的先往前跑了 後面的還沒到 所以我現在要稍微在這邊 稍等一下他們 我剛才其實已經等了三次 應該是不會被放生了 希望好不好 所以我們現在呢 就先在路邊稍微的休息一下 然後呢 看後面的會不會慢慢的追上來 路根 當我人真正騎進這個峽谷之後 我完全確定我是百分之百迷路了 但我當下是知道我騎的這條路是正確的啦 也因為有雨 所以路面上的泥泥真的是蠻深的 輪胎的痕跡很明顯 有那種泥土被纏起來的感覺 仔細看的話 其實不難發現 有兩個車輪寬度不寬的痕跡 應該是才剛經過沒多久 加上 我在這邊遇到了一個家庭 他們剛好從對象的方向過來 所以呢 我那爛到無可救藥的英文 又再一次派上用場了 抱歉,你有沒有看到那兩隻鞋子嗎? 是的 是的 那... 你只要繼續走路 你會得到車路 對 只要繼續走路 你會看到那兩隻鞋子 OK,謝謝 謝謝 謝謝 我覺得是時候打電話給你 那是一位女人 是的 她在坐 但我覺得這裡沒有接觸 所以你會繼續走路 謝謝 謝謝 我希望說 我想說 我可能沒有接觸 OK,謝謝 謝謝 再見 在得到這位女士肯定的回答之後 我也就繼續接著往下走了 在峽谷裡面我不知道自己騎了多久 回過神來的時候 我仍已經在出了巴比安斯Glove之後 遇到了第一個城鎮了 GoPro還有360早就排到完全沒電了 所以停在路邊稍微休息一下 順便也看一下 這裡到底有沒有網路 可能是因為Yolo雪頂 也有可能是因為身處的位置比較偏僻 所以在這裡的訊號 真的不是很好 即使我有南非的網路 也確定裡面是有額度可以使用的 但是打開地圖 位置是顯示出來了 但是這個地名還有道路 就是一直不跳出來 所以呢 我打算往前騎到人比較少的地方 再想一想下一步要怎麼做 因為除了我自己 當下其實我也蠻擔心真正的狀況的 我知道在這個時候 我最不能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慌亂 越慌 越有可能做出錯誤的選擇 所以來到了這個城鎮之後 我也沒有打算再繼續往下騎乘了 打算就在原地等待救援 而要原地等待 首要目標 就是讓自己保持在一個安全的地方 所以呢 我打算騎到城鎮的外圍 盡量不要待在人很多的地方 畢竟 在剛剛騎車來到這個城鎮前 經過了一個規模算蠻大的貧民窟 各位我現在確定是米露了 然後 光圖呢 我還有問一個 路人 女生 叫我一直直直走 她印象很深刻 因為她有看到真正 然後我剛剛啊 還經過了這個 我覺得啊 它就是一個很大的貧民窟 因為那邊全部都是矮房 凡事注意 蓋子也不要打開啊 什麼東西都要收好 我騎到那邊的時候 我以為就是怎麼樣 我以為那就是我們住的地方 從遠遠的看到那個城鎮的時候 其實我還蠻開心的 因為 我想說我們應該要到了 可能就可以看到真正他們了 可是並沒有 只是當下到那個地方啊 那個感覺 應該不是我們今天要住的地方 哈哈哈哈哈哈 因為感覺比較像貧民窟啦 我們這個出國旅行好不好 在國外如果你迷路的話呢 要怎麼樣 通常很多人迷路的話 就是他們應該會就是 騎到人多的地方 可是我覺得 像我現在自己一個人在這邊 可能會比 在那邊還要安全 所以我現在有點算是 騎離開了這個市區 然後 把車停到一個比較 郊區的地方 接下來我們要做的是怎麼樣 就是在這邊 乖乖的原地等他們 不然我們一直移動 他們要找我呢 也要一直移動 所以這樣就變成說 完全會找不到 我現在其實也不知道說什麼 就是迷路嘛 那你說會不會很慌 嗯 是有一點慌 好啦還蠻慌的 因為這裡人生地不守的嘛 完全不可以緊張 我們就在那邊乖乖的等就好了 停一下車來之後 我連安全帽帽套 都不敢拿下來 最好的偽裝嘛 在這種地方 雖然人少 但我們還是要保持一點神秘感 至少不要讓有人經過你的時候 可以一眼就看得出來 你是一個外國人 我覺得還是比較安全一點啦 在這裡我飛了空拍機 我拍了地上的蝸牛 再到了南非的頭幾天 因為我在電話的SIM卡裡 儲值了大概1000多塊台幣 所以在這邊重新開機 最後 終於把這通電話給人家打通了 Hello I've waited for a show Yeah Futter But what if it goes wrong OK OK I'll stay here and I won't move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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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好 Bye 剛剛咱們Futter兄打電話給我 他應該是想要安定我的心情 他可能怕我很慌啦 確實很多人在遇到這種狀況的時候呢 尤其是 不管是你出國也好 或者是你在台灣騎車也好 當你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的時候呢 如果你迷路的話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跟我的心情就是 一樣的啦 因為很多人 迷路了之後 或者是到了一個比較不熟的地方 他會沒有安全感 那可能是因為我們在台灣呢 經驗比較足夠 不管到哪裡我們都可以隨遇而安 所以基本上我現在一個人在這邊 我自己的心情也是沒有到說那個 心跳跳很快啦 或者是 很緊張啦 或者是 想要哭啊 倒是還好 越發生這種事情啊 第一點就是怎麼樣 首先你絕對絕對 Definitely 要冷靜一點 你自己都不冷靜的 如果今天你 像我現在這個狀況好了啦 然後你就很慌 然後也不知道怎麼辦的話 我覺得啊 那會 讓救援工作怎麼樣 難度增加了很多 幸好這次是我遇到好不好 所以之後如果大家 有到國外騎車 然後你騎的呢 又是這個 因為像我們今天的行程 我們就是騎比較偏向土步 你去騎土 基本上 那個速度的落差就會差很多 騎快的人呢 他會飆很快 騎慢的人呢 他會一直待在後面 那我這個呢 算是騎慢的人 所以我就是被丟包的那一個 我覺得啦 我有一個做錯的地方 是什麼地方 就是 我應該在那個檢查站那邊 我問完那個警衛之後 我應該是要怎麼樣 乖乖的待在那邊 然後就等 Jack 還有 Alan出來 然後我再跟他們一起走 我覺得我做錯的地方 應該是這個 不然你看像我這樣就是 沒有等他們 然後我也一直騎 哇 真的是 那時候真的是騎到有一點就是 因為這邊的路啊 你都是看不到鏡頭的 過了這個村之後 還不知道有沒有那個店 像我現在呢 就是沒有那個店 我只能等Furter來接我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好不好 我也不知道 Furter還會多久來 我們 就稍等Furter過來 OK - 40 分鐘,你還沒轉圍 - 耶,門口 - 我等到約 40 分鐘至 1 小時 - 我們等到廿路,可能20分鐘 - 然後我們去酒店 - 哈哈哈哈 - 反正我們很沒有默契就對了啦 - 現在我們要準備出發了 - Go Go 最後我這趟國外迷路驚魂祭 就在Furter的帶領下結束了 - 我想這一路從走丟開始 - 我覺得是有幾件事情可以拿出來跟大家聊的 - 第一點,就是當我在那個山頂的時候 - 其實當下最好的選擇 - 就是我直接在原地等 - 一直等到後方的隊伍過來 - 這樣即使我按前面的隊伍脫隊了 - 那我也不至於說會變成只剩下我自己一個人在騎車 - 完全都不知道路這樣的窘境 - 第二點,當我自己確定迷路的時候 - 首先,一定是讓自己保持在一個理性、鎮定的狀況 - 慢慢思考自己接下來要怎麼做 - 人在國外千萬要保持冷靜 - 安全帽不要輕易脫下來 - 不要讓自己看起來很像是一個外來的觀光客 - 同時也盡量不要待在看起來很複雜的環境 - 像是平民窟啊 - 或者是街遊很多的地方 - 這次迷路很幸好的是因為我們騎乘的區域 - 是比較偏向山區的神仙地帶啦 - 人少,同時附近也空曠 - 第三點,同時也是最後一點 - 就是真的確定自己迷路了之後 - 除了找一個安全的地方待下來之外 - 剩下的就是不要再讓自己移動了 - 因為像今天的狀況就是 - 我迷路了 - 但是我還是持續的往前移動 - 導致我追不上前面的 - 同時我也等不到後面的 - 真的是蠻尷尬的啦 - 不過我覺得這對我來說 - 真的是一個很好的體驗 - 畢竟以前在台灣不曾有的經驗 - 在南非 - 我真真實實的感受到了 - 我剛才就有經過這邊了耶 - 我完全沒看到你啊 - 我跟Furter在那個三角亭那邊 - 等一個多小時 - 然後我們在那個懸崖壁 - 至少也等了半個小時 - 我就是在懸崖旁邊那邊 - 我問了一個開車的女生 - 嗯 - 然後她說 - 我問她說有沒有看到兩台摩托車 - 然後她說有 - 對 - 然後她還說 - 喔 - 呃 - 女生 - 嗯 - 對 - 所以我就知道那應該是你 - 她就一直叫我直走 - 她說完全不要轉彎 - 然後我還跟她確認 - 後來我就一直直走 - 然後就一直騎過去 - 因為她剛開始就倒車了 - 走下去 - 然後結果我還喊 - 欸 仁 - 我狂按喇叭耶 - 真的假的 - 啊我完全沒聽到聲音耶 - 晚上來看影片就知道了 - 呵呵呵呵呵呵 - 在抵達了今天的住宿地點之後 - 其實我身體早就已經累到沒有力氣了 - 肚子也餓到乾乾叫了 - 所以簡單的沖個澡 - 哪怕又是停電了 - 我也還是要來喝個秘魯 - 還有吃個晚餐 - 因為真的是太累了 - 原諒我 - 吃完晚餐 - 只把充電器全部給她擺上桌 - 完全沒有整理 - 也沒有跟大家介紹這間 - 一個晚上只要700塊台幣的飯店 - 就直接倒下去睡著了 - 我想今天這趟旅程 - 真的是我騎車旅行以來 - 最難忘的其中之一了 - 一早有豬 - 有Donkey - 有羊 - 土鹿 - 撩K - 石頭火鍋 - 迷路 - 刺激 - 緊張 - 雨戰 - 可以說是在一天 - 集結了所有的情緒 - 還有狀況在裡面 - 同樣是一個充實的一天啦 - 英傑 - 你說什麼話? - 我已經告訴你了 - 這是我平常的方式 - 可是這是我朋友 - 你在想說 - 說話 - 說話 - 這是我平常的方式 - 我的吐司都吃一半了 - 發現我們現在身上沒有錢 - 哈哈哈哈 -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 如果看完這部影片 - 喜歡這部影片的話呢 - 不要忘了在影片下方 - 按讚、訂閱、留言、分享喔 - 我是魯特 - 我們下次見囉 - 掰掰 - 掰掰